上午 哎 乡政府 乡党委 来人 要不说领导上那是高度重视 一看杨书记 亲自来了 还带着几个人 也是没打没骂呀 徐林东 甭饿着了 上车 跟我们走 上了这个车 这车呀 大概走了一个多钟头 到了一个地方 徐林东下车 抬头一看 哎 这算到站 驻马店是精神病医院 这回 被精神病了 我 实在是 气氛 我没有精神病 我送到精神病医院 当时我也没有生了 我想到到 精神病医院里 他们在 医生 他们监察实验会 能证明 我拥有 经神病医院 这样 转化 刚才说到 这徐林东 带人强出头 多年闹上访 结果给大刘湘政府啊 强行 送到精神病医院 其实刚进这个大门口的时候 徐林东心里啊 还是不怕 他琢磨着 啊 这 杨书记 是父母官 可这父母官 管的是 精神病医院外头的事吧 你把我送到这来 进了医院 咱不得听医生的吗 那我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那可不能书记说了算吧 那书记是父母官 那医者 还是父母心呢 哎 所以他说 我没精神病 怕什么 查查就查查 哎 也不多余 嗯 进去了 那么进去之后呢 检查身体之前 得 先给换身制服 哎 一看周围很多人穿着衣服 驻马店是精神病医院 哦 并号服啊 当时 也骂过他 骂医生 你们 太 无端了 我可以说 我没有精神病 你们 你们都会 关押到精神病医院 你们呢 拼啥样的 预讯 管到精神病医院 我骂 鱼肉 咱就说 一般这草民的心理 您甚至可以对法院没信仰 但总不能对医院没信仰吧 可是呢 在里头 这个徐林东 经过了两次专家会诊之后 他对这个医学专家的这个信仰 失望 说这两次会诊 问他什么问题呢 据他说 说专家也没问别的 就问叫什么名字 多大岁数 就这俩问题 跟公安局问的也差不多 然后呢 在精神病院里 待了一个多月 专家诊断 专家诊断就出来了 说是什么呢 哦 原来我是偏执性精神病 徐林东又回忆 他说他记得有一回 他跟医生这边吵起来嘛 一个说精神病 我没精神病 没有精神病 好的 专家就有个专家 指着他鼻子 大骂 说你不是精神病 你有一次到北京上访 你在天安门广场拖的一丝不挂 让外国记者拍照 你不是神经病 你是什么 我没有这种事情 我可以说 我在北京 北京全门广场上 哪一次 可以说都是 一队一队都传着 那些 从我的一趟去 就 就叫 打过来 这根本没有这种事情 我把它 打完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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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是 你从哪是 才知道 这种事情 你 你认真不顺 我都骂 一直骂他 他 叫 那种 直白胡适 给他困进来 困进来 帮起来 就是 帮到窗户上 进行 给我 电击 听到 电击这个词 我自个儿啊 好像受电击 我这真了一下 电击是什么 咱不大清楚 听说是精神病院里头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 这事啊 我打一刹 我陡然想起啊 关于精神病医院大门里头的事情 我搜索我大脑这所见所知所闻呢 我竟然发现 我竟然发现 是一片空白 问我周围的人呢 大家 也是一片空白 你有没有这感觉 就说 这精神病院里头 对精神病人 呃 是怎么治疗的 呃 是怎么对待的 好像 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大清楚 甚至于 是不是咱们这个潜意识里头哈 也有一种 不大想知道 不大想面对 那么一种心理 怪不得 早就有学者说 对于精神病的这个鉴定和治疗 好像在人类文化里啊 有点那么个禁忌的色彩 你比方说 我这回才知道 电机 呃 现在的精神病院里 这个手段 那我也很好奇 这个电机 是现在对精神病人的 一种治疗手段呢 还是 惩戒手段呢 这玩意 想一想起来是 挺痛苦的 但是 也有专家说了 这个精神病啊 咱们实在都是外号 它是一个很专门的 这么一个领域 呃 这么一个学问吧 我们那点知识 我发现是从电影里来的 您看西方电影里啊 好多类似的这个 这个封人院的这种电影 这种电影里情节 甚至都类似 我觉得它反映西方人啊 有一种焦虑 就是害怕 正常人 给当成精神病 关到那里边 而且咱从电影里 看得出来 这要关进去 那真叫白口莫辩 你挑紧黄蝌 都洗不清 你说什么 那都越说越像精神病 当然 我估计可能 专业的医生 讲解起来 应该不一定是这样 但是 关于电机 我能想起来的 有那么一个著名的电影 叫飞跃风人院 那个电影里 有一种戏剧化的呈现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你准备吗 你准备吗 准备吗 准备 真正的连续都是 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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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骂到我的医生来后,他那一次给我这个,一下我弄到一个小时,还坐在那里就估计了,那时候我这个两个,下面那个来头上开转,两个地方都靠掉了。 但是我现在硬的很,遍计我,我一生不肯,他们不但是对我进行遍计,他在没有情况的情况下,他用病人咬我的鼻子,叫他打我,叫他咬我的鼻子。 王虎雷,那就是他用王虎雷,用王虎雷叫我,打我叫我咬我的鼻子,那个王虎雷,他说,他人打的年纪来,碰,我不能。 在王虎雷某百分之情况下,王虎雷去打我,打我在那,轻轻地打我,打了几下。